刚刚看到了几个例子啊 不管是大家比较不熟的字拿出来 哇 平地一声雷 让大家呢耳熟能详 或者是呢 接下来看到的是比较 我们大家会常常挂在嘴巴上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 被这个孙大伟一拿一操刀 哇 整个就变成了另外一种 这个形式跟层次了 像是麦高卡啦 还有好久不见 没事多喝水 都已经成为了孙大伟所留下的经典广告 没事多喝水 您念记得这句话 出自广告教父孙大伟精彩创意 您可能已经想起来 这是一支海苔广告 台词总是写到让人一听就记得 孙大伟32岁才进广告圈 得过国内外大大小小奖项 超过200座 孙大伟的兴趣很多 角度很广 除了商业广告之外 还义务制作环保纪录片 正负二度C 同时也替蓝银做过不少竞选广告 另外像是胡志强扮帕华落地 也是他的创意 还重新打造周锡伟形象 孙大伟总是把生活经验成为创意素材 曾经有大陆媒体问孙大伟 广告对他来说是什么 我们讲是叫做一往情深 一往情深 因为对我来讲 对工作 对广告 我们来讲 他已经他绝对不是工作 他基本上是你的信仰 你的信仰 你的生活习惯 这就是孙大伟 他源源不绝的创意 对广告的热情 58岁人生成就无数精彩 中天新闻里已经综合报道